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那时候晒黑的黑的黑丘丘的 没有人会理解我的知道吗 不理解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心里面真的现在不甘心 很多粉丝不理解我的时候 是一点就是那个易老板 易老板说我阿伟带到阿子出来之后呢 就不管他了 我变息了什么的 不管粉丝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我真的会变息 我带他出来干什么 我帮他去那儿我自己就出来了呀 对不对 何必呢 好别生气别生气啊 带出来之后呢是什么情况 带出来之后我是什么情况 我为什么我如果说大吃我爸 我去管阿子 我把阿子带到我公司的话 阿子说委屈的 不是像现在吃个泡面这么简单了 知道吧 说委屈的事 就是因为你 你 阿伟为了你 你才现在国师才成这个样子的 知道吧 人家会跟阿子发白眼 给阿子说的委屈的就是掉眼泪了 知道吧 我当时也让他们先找个工作上吧 不是说不管他 知道吧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但是现在别人的理解和和别人的看法 我阿伟就是一个小偷一样的 别人对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心里很难受 知道吧 家人们我再说一下啊 就是当时我过来的情况 我当时来的时候 就是他打电话叫我回公司 那个时候确实公司所有的人都想赶他走 其实我这么说吧 赶阿子走 算是杀鸡 饭都吃不上 对 大家看到他吃泡面了 但没有人可能会看到阿伟在公司 当时被整成什么样子 有多难看 我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说别人就是把阿伟踩在脚底下 拧的那种 你知道吗 然后后面 他也是确实 他爸不愿意 然后公司的人也想赶他走 那个时候 所以说他想到的是 我没有办法现在让我这个难看的情况 让这个女孩子看到 说实话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他能让喜欢的女孩子看到 他在公司这么狼狈吗 如果你说把他带回家 如果带回家 我可以说他父母 如果不给这个女孩子好脸色看 这女孩子伤不伤心 难不难过 如果说你们的 你们的另外一半 不被你们父母认可的时候 你能把他带回家吗 你这样不是整着就完了吗 这两个人关系肯定就完了 他肯定是希望说把一些事情处理好 然后再去把这个女孩子接回来 但是等接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说真的 也是因为有很多人带节奏 说你看阿伟都不管你 怎么的 然后让你吃泡面什么的 人听多了身边人这种声音之后 确实他会怀疑 怀疑两个人的感情 会怀疑两个人的感情 但是他后面他也 他也有做挽留 阿伟是不是找过很多次 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在从中间阻拦 然后我就这样讲 因为为什么他会看 他会看一种会那么不舒服 就这么讲吧 因为他一路走来 跟这女孩子一路走来 然后得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喜欢 就因为易总给了他一个工作 还是阿子自己去找的 说真的他去哪找 他都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工作 然后易总找了 然后感觉 这个女孩子是可以用的 有一定的价值的 咱们不评价有什么价值 有一定的价值的 然后呢 就所有的原来喜欢他的人 然后过来去这样打阿伟 他心痛 因为这些人曾经是他的家人 如果说 所有的流量 所有的人气 易总都是他自己的 来过来打 我可以说阿伟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因为这些人 曾经都是关注他们两个的人 都是他的家人 然后现在又过来打他 他才会那么心痛 他才会那么恨 那么难受 当然他处理的很不当 就是他确实不应该一次两次的 因为他看到 粉丝群 包括私底下的一些东西 跟直播间 某些人说的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明白吗 就是直播间 就是弄那种什么 我一定会帮助他的 你们家人们 你相信我 怎么我对 某些人都是大公无私的 但是他私底下知道的一些 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是觉得这个人 是带着目的来的 所以说他才会杠上了 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个人 能给到他幸福 能给到这个女孩子幸福 也是真一实一对他好的 他可能真的就放手了 他是因为看到了一些东西 他害怕 他觉得这个人没有那么简单 明白吧 然后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无论是喜欢阿紫 还是喜欢阿伟的家人们 咱们没有必要的 就是大家一路看他们走来 就是不管喜欢谁 我们的喜欢阿伟的人 也不要去攻家子 不管说阿伟在这半年当中 公司没有了 家人生病了 然后事业没有了 感情没有了 我说实话 这都是他活该 阿伟 你必须得认 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这个女孩子 如果选择不管跟谁在一起 也是他的选择 我们也不能去攻击人家 好不好 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旁观者 对别人的感情 对别人的事业 对别人的家庭 没什么好评价的 人家的父亲爱喜欢谁 喜欢谁 他的家庭爱喜欢谁 喜欢谁 都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我们就当一个看客吧 当一个看客 好吧 能帮的话 咱们帮一下 就是能做好事 我们尽量做好事 不要恶语相向 没有必要的 确实没有必要的 好不好 就是说 如果家人们觉得说 因为当时阿伟 让阿子吃了这个泡面 你们觉得 阿伟做的不到位的话 阿伟你可以在直播间 吃一个月泡面吗 把这个东西还回来 我说真的 我们俩创业的时候 吃半年一年泡面 真无所谓的 真无所谓的 这一个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如果 如果 就可能是想吃泡面 或者怎么样 这真不是一个什么事 这无所谓的 不要说吃泡面了 家庭们 说实话 当时 当时阿子吃的是泡面 我是一天都没有吃饭的 因为我 那时候一天一夜都不睡觉的 因为 那时候就像整个天 他下来压着我阿伟一样的 很多事情 因为我承受不了的压力压在我身上 真的 当时我回到公司的时候 因为我确实用了公司的钱 知道吧 然后公司管理方面也出了很多问题 然后 我没法给股东们交代 直接指着我骂了 真的 没有给我面子 如果当时 如果我把阿子带回公司 阿子看到我这个情况 真的 可能不只是说我 可能也说到他身上去了 因为是因为你 阿伟为你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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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村里面 把你现在出来 把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可能 所以我真的 当时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给大家说 我也没有给大家说过这些话 也没有给大家 下期的 讲过这些事情 真的 我只是给阿子们也好 给粉丝们也好 我只是给大家说了 我公司出了一些事情 我去处你事情 知道吧 但是呢 家人们不理解的一点 就是说 现在 觉得我把阿子带出来 就不管他了 真的 如果不管他 你看我才带出来几天 就不管他了 那我真的没有必要在楼村里面 带半年 真的 我也是从城市里面 去到楼村里面 带了半年 回来的 如果真的 不管他 家人说什么几个月没有打 根本就没有这个事 不可能 电话天天打 怎么可能没有打电话 电话天天都在打 我再说 包括前两天他回去过年了 我也跟他发信息 我都解图发在群里了 他都解图发到群里面 他们一直是有联系的 包括我叫小娃去看 我这样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 就是比如说 假如说 他们两个中任何一个人 你们假设他是阿伟 假设他是阿伟 我们不拿别人打比方 假设他是阿伟 他现在 不想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了 你们所有人都说 要他去找这个女孩子 他会不会说 那我联系不上他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 这两个人真想在一起 我可以说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谁也拦不住 他们两个不想在一起 你们说一百遍有一百个理由 你懂吗 就是这个事 绝对不是单方面的 家人们 你们也没有 他们俩之间也没有在一起 没有谁去抛弃谁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不会 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 什么年代了 你说联系不上吗 抖音发个私信 都能联系上 怎么可能联系不上呢 联系不上的话 阿伟怎么让小王去找的他呢 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好了好了 家人们 没事 对 所以你们 你们愿意相信谁 愿意喜欢谁 就留在谁的直播间 支持谁就可以了 我再说一遍 就是现在 是阿伟最难最难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公司也没有了 父亲现在身体也不好 然后 现在应该是算他 还是那句话 家人们 以后咱们 咱们在群里面 支持阿伟的时候 就打这句话就行了 日落西山你不陪 东山再起你是谁 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 阿伟看到没有 这么多家人支持你 我跟吴总也会在身边支持你 没事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个怎么说呢 现在我失去了 失去了我的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都是我心甘喜悦 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但是我最失望的一点 最难受的一点就是 别人噎我 知道吧 哎呀好了 不管是任何人 现象的也好 包括粉丝们也好 觉得我阿伟做的不够好 噎我 我心里很难受的 真的 我没有 我这个人 我有些东西 我想查在心里面 我不想去 叽叽喳喳的 这里说那里说 对吧 我不可能跟阿子说 阿子 我就是因为 去沙沙找你玩 我花了一百万 我现在公司 查了这么多账 怎么怎么样 我不可能去跟他说这些事情呢 到现在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没有人理解我 不管线上也好 不管粉丝们也好 没有人理解我 所以我才说这些话呢 知道吧 因为这些粉丝 我二十多粉丝 我是从第一天热食阿子 对吧 我们就开始拍了这个抖音 抖音之后呢 一天一天的涨上来呢 一个一个的涨上来 涨到今天八年时间 涨到二十五 现在包括粉丝们都觉得这样子 涨我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 包括线下的一些人 知道吧 包括你阿子 可能现在都不理解我 阿伟真的 我说实话 他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 自己选择的路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认 我只是希望 大家不要涨我 我没有偷这个东西 大家不要觉得我偷了这个东西 我再解释一遍 我跟阿伟 我们两个是发小兼合作伙伴 就是现在我确实可能能对阿伟 有很多的帮助 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走过来 也是因为两家人的感情 跟我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首先如果说我们两个要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我没偷没抢 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然后我说没有在一起 那就是没有在一起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不会去骗大家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我没有偷也没有抢 我如果真的谈一个男朋友 他都不敢承认我是他女朋友的话 这种男人我也不会要 懂吧 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说 能帮他多少帮他多少 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有情意在 但是你说你让我去 抢别人的男朋友什么的 不好意思 你们小看我了 还有说我说这些所有的话 都是因为我是不是心里有阿伟 我嫉妒或者是我挑拨 我告诉你家人们 你们把我的格局想小了 真的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去做 这么跟你说 我不羡慕任何人 我自己有房有车有事业有朋友 我自认为我现在生活里面不缺什么东西 也不会说为了一个男孩子为了一段感情降低自己的档次 拉低自己的格局 好不好 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 我可以说阿伟不管现在做什么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利益 利益上面的东西你懂吗 我只希望他好 因为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他好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他现在 我希望他站起来把公司好好做一做 跟吴总的电商公司也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完全是出于我们两个的情意 我不图他的人也不图他的钱 家人们 好吧 记住唐德今天说的话 我真的我不图他的人也不图他的钱 我说这些话 也是希望家人们能够理解 理解他 支持他就可以了 好不好 因为现在确实是他最难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说就是我们要陪你吃泡面的时候了 我可以去陪你吃半年吃一年 我是没有问题的 家人们你们也不用觉得我委屈 对吧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吃几天泡面 或者过两天没钱的日子 没问题 只要我们有能力 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干 这个年代了 说真的出去扫个地 一天百十块钱我也都能赚 对不对 你说你能有多难 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你出去打个工 一个月挣个几千块钱 也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现在最怕是不肯干的人 现在肯看的人 你们说谁能饿着肚子 有没有人可能饿着肚子 没房住 没饭吃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不可能的 只要愿意下力 我说你有力出力 有脑子出脑子 一定 你不会过得太差的 家人们 一定不会过得太差的 不要说了 没有必要说这些了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家人们 这两天我期许不太好 就有点生气 爱生气的原因 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我跟家人们认识了差不多半年了 到现在那天我跟那个易老板打PK的时候 反而粉丝们站在对面去打我 那么就是站在对面去打我的原因是什么 我心里面真的很不甘心 粉丝们觉得我做的不好 或者怎么样 我跟大家半年的感情 不抵人家那个易老板 认识大家十天八天 真的 所以我心里面很甘心 不甘心 但是大家 大家的意思我也知道 大家为什么站在对面打我的原因 就是觉得易老板跟粉丝们说了 什么对吧 跟粉丝们说 我阿伟把阿子带出来就不管阿子了 那这些事情 易老板是怎么知道的呢 那肯定是阿子跟他说的呀 对不对 不然他怎么知道 我带阿子出来几天就不管阿子了 那这个不管阿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下期的 可能粉丝们有些不理解 他们粉丝们也觉得是这么一回事 好像是这样子的 阿伟把阿子带出来就不管他了 让他吃泡面什么的 这个事情我今天下期的 既然不说也说了 那我就下期的给大家讲一下 说实话 我从城市里面去的 我去了楼村半年时间 我整整花了一百个W 不是说清楚自己花的 不是说给阿子 也不是说给谁的 是我自己花的 我平时车子加油 租房子各方面等等之类 吃饭等等之类 半年时间 可能有些地方 某些地方也花了钱的 所以花了一百个W左右 那时候我自己不是很有钱 知道吧 因为钱都投资在公司里面 所以公司的资金 我也有了五十万 差不多五六十万 知道吧 那么这个钱 我回来的时候 我手里也很挤 没有钱 之后我回到公司之后 公司的管理也很差 然后也很多地方都出了位提 出了位提之后 我当时 公司一直给我打电话 叫我回公司 去处理事情 我当时给阿子说 我说你们现在这里 现在我们这个 就是我有股费的那个公司 先上上班 然后我去我公司 处理一点事情 我当时只跟阿子 他们这么说了的 知道吧 然后没想到我去了 去了第二第三天 就他们在公司里面 没有做好 是怎么的 被开除了 知道吧 这些事情 我回头我们都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我们都吵了很多次 知道吧 跟那些股豆 然后我回到那个公司 我那个公司的时候 那些股豆指着我骂 知道吧 每天都在说这些事情 说你把钱诱了 现在公司里也不管了 他说他们叫我 他们都说他们不干了 叫我把股费全部退给他们 我那时候连十万块钱 都拿不出来 我拿什么去退他们股费 对不对 当时如果我把 我当时想过 我把阿子叫到那个公司 跟他安排一下 但是我如果把他叫过来的话 人家那些股东们 不只是指着我骂 可能会指着阿子骂 阿子跟着我回公司 说委屈 那不是股东那个时候去开除 不是那么简单 阿子完全是给他脸色看 家人们知道吗 不是说阿子做了什么 特别不对的事情 完全是因为说白了 就是股东想赶他走 然后杀鸡儆猴 把他带来的女孩子先搞走 知道吧 我当时回到公司的时候 我也不敢告诉我爸 我用了这么多钱 然后去做了一些这些事情 后面被不知道被哪个 哪个给我爸打了包裹 知道吧 哪个鼓都给我爸说了 我爸也知道了 我爸也特别生气 所以我就更不敢 不敢把阿子带到公司 如果阿子带到公司 可能我爸会 有另外一种眼神看阿子 这样子的话 我会让他更受委屈 知道吧 当时他去 虽然吃了那么几天泡面什么的 当时我也不是说没有管他 知道吧 我有私底下也有管他呢 知道吧 当时如果 如果说我确实我个人 我一天一夜不睡觉 那时候真的连饭都没有吃一天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知道吧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本来我也不想说这些话 也不想让阿子知道 也不想让粉丝们 觉得我是这么没有用的人 但是我心里一直憋着 这口气我真的很不舒服 还有人觉得 是我搞的鬼 把阿子搞成这样 你不要说你搞的鬼了 第一 如果跟塔塔有关系的话 我大厨也不会在楼村里面待半年 也不会去楼村里面了 第二 如果我不在乎阿子 不想给他更好的未来的话 我也大厨也不会在楼村里面 点点滴滴的 得到他出来为止 知道吧 我一味 把他带出来 我想发示范的 你们说 你们也知道对吧 粉丝关注我 从开始到现在这么久了 我把他带出来 两三天就不要他 这可能吗 不可能的 你们觉得可能吗 但是大家没有去喂过我 没有去理解过我 我阿伯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又开始了 你很好说话